突发,罗云西受伤,送一座轮椅,腿心如麻坦,一米七七,不足一百斤。 8月15日,据娱乐媒体报道,男性罗云西在拍摄时,突发状况不慎受伤,一拳一拐地被助理抬出了片场送一治疗,消息一出引来不少玩偶热议。 从现场画面中可以看到,当天离开片场的罗云西甚至没来得及卸妆,穿着西服,戴着假发就去了医院治疗。 如此急匆匆,想来罗云西的情况不乐观,在医院给左腿做完固定后,罗云西才坐着轮椅被助理推出了医院。 彼时,她为了方便已经换掉了西服,穿上了宽松的便服,但头上依然戴着假发。 据媒体透露,罗云西自打2019年左腿受伤骨折后,就经常复发腿伤,这次做了固定的也是左腿,想来还是救急复发,不知道如今状况如何了。 不过,有知情人士爆出,她的腿格外细,是因为换上了肌肉伪缩。 原因是之前,叼欧牙,腿部,两根骨头骨折,韧带断裂后,不乐不拖累,巨组进度,她一直在坚持派系,没有休息好才落下了这个病根。 从网上查询了一下,骨折后长期没有得到及时的有效治疗,严重了不光患有肌肉伪缩,甚至还会出现发烧,休克等并发症,所以及时就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 希望罗依希还是去好好治疗一下这个问题,先把身体调理好,再去禁组拍戏。 不然一直有这个问题存在,无论参加什么工作,都有再次受伤的风险,耽误时间不收,还将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。 这样的人不值得成为别人膜拜的对象。 虽然演员的黄金时间段很短,每个人都想在最好的年纪,多拍戏,上综艺,获得知名度。 罗依希还年轻,敢装敢拼,很有魄力,但也要考虑自己的身体情况。 不过罗依希只能很让小编佩服,即使受伤了,也不想耽误剧组的拍摄。 咬牙坚持,直到没有自己的细分,才去了治病。 这种经验精神值得大家学习,可是却不提倡。 不过相比起罗依希的腿伤,更令人担忧的还是他的身材。 罗依希曾经凭借着香蜜沉沉进入霜中的热衣大火。 当时他的脸部饱满圆润,身材只是比厂人略高挑纤细点,属于颜值巅峰的时刻。 然而近些年来,罗依希不知为何突然销售了许多,甚至就连帅气的面胖也受到脱象。 脸颊凹陷,身材销售,撕皮包裹,以至于粉丝都要求他尽快增肥。 回到远行的状态,然而罗依希起初还会询问大家有没有增肥美食,并晒出自己吃的高热量美食,透露增肥近况。 但最近线细开拍,他却又开始忙工作,似乎未能增肥成功。 他此次因为受伤露面后,从现场画面中也不能看出,罗依希变得更加孝顺了。 坐在轮椅上的时候,他整个人好似没有重量,轻飘飘的依靠着背电,双腿线细的如马甘一般, 几乎看不到肌肉或者是坠肉的影子,能够清晰的看到腿部骨骼的轮廓。 不少网友看到罗依希如此细的双腿,都不由得感叹太吓人,不敢相信居然有男子可以如此瘦。 当然,关于罗依希腿系的橡皮薄骨这件事情,已经不止一次两次。 今天5月份,罗依希路透曝光,当时她穿着短裤露面,助理在一旁帮她打散。 结果大家对比才发现,男助理的手臂要比罗依希的小腿一般粗, 身材描天的女助理的双腿也同样比她的双腿要粗,可以想象她到底有多瘦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其实此前就有媒体爆料, 罗依希虽然是个1米77的大高个儿,但实际体重却不足100斤, 1米65体重80斤的女性百路都没有她瘦弱。 显然,罗依希不光是腿型,而是整个人都瘦, 虽说确实有人会天生比较瘦,但罗依希本身却有腿伤在身, 按理说她应该尽可能的增肥,让只有脂肪保护双腿, 但她的增肥却总是半途而飞无法成功,估计受伤也是在所难免的。 总之,目前罗依希腿伤复发,希望她能够重视自己的身体情况, 好好养病,好好增肥,增肥能让她的身体早日康复, 能够长出脂肪保护双腿,再就是罗依希正常体重的情况下, 其实更帅气,如今销售的母药已经脱下, 无论是为了排斥效果还是自身健康, 亦或是观众的认可,罗依希都应该好好地调节身体了。 当然,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, 那就是罗依希的新剧,爱情遇上达尔维已经列入北坡状态, 新剧主同白鹿一样,军事上升起小花, 虽然名字听起来落得俗套了,但故事是相当治愈的, 沃远征与苏维安以医疗救助为理想, 两人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 只不过一场疾病的发作, 让苏维安意识到舞蹈病的疾病在自己身体作祟, 因为是家族遇传,而且目前无妖可疑, 苏维安秉持着竟然会离开, 还不如潇洒过好余虾每一天的念头, 没有选择毕业而是去周游世界, 在边打工边旅游的过程中, 他遇到了顾余征, 作为打造手术台临死亡的专业医师, 他与苏维安出见后一次次相处中互生情愫, 只不过苏维安明白, 自己的病只要不治好, 就不能与人长久, 于是不辞而别, 直到回国了, 命运又将两个远分未尽的人绑在了一起, 这一次苏维安没有再拒绝顾允正, 顾允正为了妻子, 也为了跟他相似的患者, 便转研究方向, 开始探寻起舞蹈病的治疗方案, 故事写到这里或许已经足够幸福了, 然而原著不像黑月光那般玄幻, 次次凸显, 还能活着有神力有来世, 苏维安私自注射药物, 想赌一把研究成功, 却因此防魂走失, 顾允正独自带着两个人的儿子, 在经历万般辛苦后, 终是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, 原著起码是医学博士, 又三遇到此次的剧本创作中来, 想必能把这个一难平的悲剧美学构建完整, 而且从背上逆流成河的成功就能看出, 女主张若兰是有那种梦幻百月光的感觉, 她笑得越灿烂, 时尚的悲气底子就越重, 甜而不腻的文雅长相, 使得她却别于同性诸大元气的憨憨甜妹, 朝气洋溢的生命力是她最闪光的点, 如若她是坚强兔子的话, 白鹿则是灵动小鹿, 两人风格不同, 魅力自然是有差别的, 一个主打青春剧史上, 一个靠古装剧出圈, 两人虽不是刻板出身, 但都恰好在演员这条路上走得顺畅, 而陆云熙的影响力, 在长日时期已得到肯定, 不久之后, 达尔文的来袭要再掀起话题狂潮, 当下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陆云熙, 以其精湛的眼睛, 高颜值和极高的人情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, 然而陆云熙的多面才华远不至于此, 她还是一名备受欢迎的优秀歌手, 其中歌曲火花更是独立凹头,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, 陆云熙凭借着自身才华和不断的努力, 持续上升并挑战自我, 成为了业内备受尊敬的年轻演员, 一位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, 演技出众备受肯定, 作为一名演员, 罗云熙的演技备受肯定, 她出演的不少作品都取得了不俗的口碑和收视成绩, 尤其是前段时间爆火的《长月记名》, 更是被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, 她的演技细腻入味, 让观众对她的表演赞不绝口, 当然, 罗云熙的受欢迎程度不仅仅在于演技精湛, 她的初衷颜值, 也是得到了人气的重要因素之一, 她的五官线条清晰, 肌肤质地细腻, 形象仰光健康, 深受年轻粉丝们的追捧, 在娱乐圈中, 她是流量担当的代表人物之一, 屡次荣登各大人气榜首, 除此之外, 罗云熙还具有高超的塑造能力, 凭借其卓越的表演功力, 让观众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角色, 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和喜爱, 罗云熙不仅在演艺圈中备受瞩目, 同时也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优秀歌手, 曾发行的多首单曲和专辑都深受听众狭爱, 其中以火花一曲最为艺人瞩目, 更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, 在各种综艺节目中, 她展示出自己出色的音乐天赋, 让人对她多名艺人的形象刮目相看, 罗云熙以及多样的艺术才华, 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姿态, 赢得到广大粉丝和业内专业人士的高度认可, 综合来看, 罗云熙是一位演技出众, 颜值高音乐才华不俗的全民艺人, 在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, 她会在演艺事业中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就, 成为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, 罗云熙透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 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, 她的演技、颜值和人品都备受肯定, 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和榜样, 在今后的演艺之路中, 我们相信罗云熙会更加努力的拼搏, 不断超越自我, 成为更加优秀的演员和人机偶像。